中期骑士在路口窗紅燈大膽違規在先 没想到不但不理会远景拦查 反而加速游门飙车逃逸 一件骑士心虚躲避盘查 远景直觉有问题 一路从新北市板桥国庆路 未随到中和 沿途通报线上警网支援 最后嫌犯在台北市万华 被优势警力拦截制服 警方一拦下嫌犯 不只发现他身上藏毒 还有四十万贓款 扯的是前座进展 还占着一个四岁小男童 原来28号晚上9点多 33岁的赖姓嫌犯 违规闯当遇见警察 一开始就打算死命脱逃 就是因为毒品跟赌博 两个案子通缉在身 一被逮到得立即驻监服刑 刑期长达16年 第一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发现 这名小孩子 那当事人因为怕被击货之后 急入肩服刑 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坐在前座 而且场红灯上警察 对一个 对不起 那很危险吗 对不起 为了躲避入肩服刑 违规场红灯还跑给警察追 还不顾前座 站着四岁孩子 沿路飙车逃逸 作性没有造成伤亡 否则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 交代过去 记者郭显阳 黄子凤 SNG小组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